那一刻啊 等於你跟我去 需要改頭去看 我說 那個是想報的去辦 我不是辦理床 我是辦理床 因為啊 從以前到現在 我只有沒有改他 因為這個啊 生生父母啊 在每一個人的 報復啊 就要這麼大 那個不懂的喔 就網滑洋 他說啊 那個方便業務 為什麼要方便業務 我告訴你 書很多方便業務 我天天都告成他 只要好書 你一定會怎樣 只要好外 因為你日開總是有限 對啊 不只有限 雖然你贈述很多 也夠用 可是人家感覺不一樣 你那個好像是畫報 小的報紙 我們也不是這樣畫報 像台灣 我們是叫做廣告 單版令的 對啊 就是 因為台灣啊 有一個 老師也知道 爽報 他專門是在 結音在上面 可是他就是用事才報 他曾當報紙 新聞也少 全部都是廣告 因為他是要賣廣告的 他是靠廣告為孫 所以人家看不出 我為什麼辦法 因為第一個 沒有focus 我不說廣告 那第二個 所以有一個大廠商 叫做太鼓汽車 你也知道 他找他的廣告代理 比如說要跟我講廣告 結果廣告代理打電話 對 所以他打 一定會我進 那我他家是很高的 因為他是 大公司 大公司 你知道太鼓汽車 一年的預算多少 兩億 廣告會兩億 所以他當然 其實也高 他是他的廣告代理 而且他代理好多家 那個是台灣 數一數二的 我不方便講他是哪一家 因為我們碰不著 給他難看 結果他打電話 我講師很高 欸 沒看錯過嗎 你有沒有廣告叫目標 我是廣告代理公司 我說 啊 書經書記 那你有什麼指教 要我們的廣告叫目標 我故意專門總 然後我就問他 他就告訴我說 我有一個大客戶 要登你們的廣告 你們什麼時候 會登出來 廣告叫目 趕快記過來 結果我下一句 就告訴他 我們報社沒有廣告叫目標 他說 他說 三分鐘 那我這個事 他馬上就等了三分鐘 以後才問我 他說 欸 那你們為什麼要辦報 對 你不是 不是香港的台長說 哪有這個事 他說 更不客氣 你們為什麼要辦報 對啊 好像辦報就是為了 賺錢 做廣告 接收廣告 他說 我說 我說 謝謝你的關係 我已經辦了三年多了 那時候才辦三年多 那時候沒有像現在兵的好 哈哈哈哈 那時候亂七八糟 結果 結果 他就 架勢很高 好好好 你們這種小胖 沒有廣告叫目標 也沒關係 他就 就掛斷了 掛斷了 然後 隔不久 他的那個 那個 業主 就是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 他的勤電店 在我的隔壁 喔 很近 那個扶持 不是 那一個業務經理 去跟他 上面的 說 真正 我上面 因為他有權盟 他有建議權 就是說 他說 因為內科 只有我這個報酬 不只只有我這個報酬 我們內科的購買力 十二萬個人 代表十二萬家庭 我們從來 你看 三到六千億 我的推斷是 事成一定是人事會有 是 那 三到六千億的事成 是 一兆多 一兆多 處理十二萬人 你看 平均每一個人可以 不少錢 多少錢 嗯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接下來 他的那個 原來是那個 業務經理 希望他 上面 更加 因為對他業務 很有幫助 對 而且我說會一定比較 非常免疫 因為我發行量少少 結果 喔 我們老師是前輩 你 代表廣告公司 結果 都是看發行量 結果 那一個 那個 那個 他的創司 他們的副總 就告訴那個經理說 哎呀 是不同部門的 他是行銷部門的副總 告訴他 說 業務部的 說 哎呀 那一個 話說 既然 連有廣告價目標都沒有 哈哈哈哈 我們不等也算 哈哈 結果 這個業務經理 堅持 不是 馬上跟他的 那個 行銷部的副總 不客氣 他說 他沒有廣告價目標 對 如果我們能夠 登在上面 更好 對不對 不是百分之 百的出費 而且是由我們家的 只有 只有 Only One 其他 其他 其他廣告都沒有 其他什麼 名牌的廣告 通通的 那 不是很好嗎 結果 管理才打通 你看 誰才去 市場 業務經理才懂事 不是你 你 職位高有什麼用 沒有用 對不對 你已經離開市場 沒錯 對不對 你只曉得做廣告 那 這個業務經理 心裡面想 不是做廣告 就能夠賣汽車 對不對 找對 還是要念務部 去打病 結果 這個業務經理 我騙了他 我為什麼會接受 他的廣告 他就 哎呀 算了 你們只要發布進去 我自己來 找他們 發行人商量 結果他就問我 打電話 你看他打電話怎麼說呢 所以我佩服這個業務經理 我跟他學了很多 他後來 高升了 就 就外調 因為 我跟台長分享 是 一個人高升了 是 把你調去哪裡 你知道 調去那個 有問題的 對 對 對 你還來打電話 幫他打電話 不是說 你成功 那個 比較緊張 比較輕鬆 你的緊張 緊張 結果他後來被 被 調走了 他就 自己跟我打電話 他說 哎呀 發行人 你看這個報警 實在不簡單 哈哈哈哈 他不是這樣 打電話來說 你的廣告電話 不要 寄過來 對不對 他說 先幫我補一下 不簡單 我是你的鄰居 我就是太平氣者 我沒賣服輸的 我常常有收到你的報紙 很謝謝你 我 我 我最想要訂 不但你這個報紙怎麼訂 哈哈 讚 我說假如是 你要訂 那當然我們一年只有六百六 那時候我才六百六 現在我九百六 我明年我高興費了一千五 我就收一千五 為什麼 因為我不靠他收入 對 沒有人訂 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可是我至少 行情 行情 會發生 對不對 以後 我都 去買老師的話 拿我加一倍 對 沒錯 我做Vlog 就賺錢 對 比老師好好還賺錢 我不用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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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不用晃 我捏嘴巴也不用 我只要這個 通路 通路 我為什麼佩服老師 老師跟記者講一句話 可是我認為那個記者不會經過 老師跟他講什麼 說在台灣如果設了一百個美術館 對不對 對 那我們在世界上 人家來到台灣 你就覺得我們台灣跟世界各國都不同 都比他們好 比他們好 對不對 你看 一個世界像台灣這麼小的地方 就是一百個美術館 我看到這個報告 是為什麼 因為我去蒐集資料 要跟老師動整版 然後老師提供的資料不夠 我自己去找 我一看到這個 如獲罪 你知道嗎 我當下我就決定 要出這個報紙 因為我現在出報紙 一出 我籌備起 只要有把握 一出 就賺錢 我就出 現在啊 我 我串下來一個創新模式 我六月十三道去東海大學演講 做獎豹劣的創新模式 是經營發展 我就跟他們講 我打破一個 這個業界的觀念 因為翻報紙要有錢有錢 你沒有人還可以 至少要有錢 至少要有錢 要有錢 我現在打破一個 一個業界的通力 就是我沒有錢 我就能夠翻 厲害厲害 厲害 可是這個厲害啊 我走得四十年 要散顧吧 因為報紙啊 但報紙有六大部分 你在海外算報紙 肯定要六大部分 台灣算報紙 六大部分 因為 第一個 採訪組 第二個 編輯 第三個 是那個 派版 業務部 業務部有兩個組 一個是廣告 一個是發行 再來一個 財務 就是行政工作 再來一個 一個是印刷 你沒有印刷 最後是經營 經營 這個 產銷人發財啊 五大部分都整合起來 我這個六大部分 我都從基層做到最高層 從基層這樣 比如說採訪 我從記者做起 一直做到採訪主任 副總編輯 編輯啊 我從編輯做起 一直做到總編輯 你厲害 業務啊 我從那個發行的主任做起 一直做到總經 業務也是 然後 然後 譬如說 我做到 副廠長 沒有做到廠長 因為那個廠長 他不退休啊 你就做不了廠長 我不能再等他下去呢 我為了幹廠長 再等他下去 因為 印刷還是比較簡單 不過現在印刷 更簡單 為什麼 現在那個 不必進來 以前的印刷 一定要是版 一定要是版 尤其彩色版 還要修 還要 還要 最早最早的是 減遷值 那個 那個更麻煩 因為 減遷值的人 通常是 事實不多的 他才能夠 耐得了苦 對 他認真的 一個是一個 一個是慢牌 你只要四職的人 還有以前的廣告才滿好的 自己好以後 人家給亂上看 對不對 還要打樣 還要打樣 還要表紙 做的時候 照相打去 對不對 照相打去 如果有摩托 要走馬上來拍 還好整個東西 做到新版 做到新版 有一個專門 尤其要給廣告用的 以前沒有電視 超起來就給報社 報社才印 對 以前是只有報社 媒體只有報社 跟廣播 可是 到後來 有些 現在 也沒有比較輕鬆 現在廣告公司 也沒有比較輕鬆 為什麼 他們時間壓力很大 為什麼 那個報社 可以等你等你 到1點 以前不行 以前11點 一定要進場 因為他還要修騙 還要像老師講的 要給人家看稿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我常常認為 一件事情 就像老師 早些講 因為 那個 100個格數官 那個 改變 對 那個概念 最大 我備成五千家 美術被避充 嗯 我現在 兩個人 兩個人 現在兩個人 對 我這個是沒有 我這個是沒有 傳承文化 香港人 那個人的話 是美術 是美術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做那麼大 對 四個話是一定有可能 對 對 國家沒有辦法蓋 對 對 每個小時 四個美食玩 不夠 對 花椒沒有辦法蓋 但是可以四個話是 不夠了 對 我把它算話是 你公子 我喜歡 起 這就好了 對 我沒有好處 我現在先 對不對 沒錯 將來 現在做什麼 我自己是你的 對 對 你這也怕討厭 對啊 所以 就好說 對 一般 一般 很怕 厲害的關係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一般 為什麼要上邊 為什麼要 一個 一兩個小時 要 對 對不對